哈喽,大家好,我是小冬 今天吃海鲜大餐 刚刚在顺丰快店那里拿回来的 一个珠海的粉丝寄过来的 在广州寄过来 一路回来,我也迫不及待打开了 小哥,现在你拆不好吗? 那里反光,好大太阳,今天很热 没想到顺丰快就寄过来这么快 寄到东莞,昨天寄来,今天就到了 活跳墙 活跳墙以前在电视剧里面听过这个菜的名字 但是我真是没看见过 你看见过吗? 没看见过 哇,这个包装好精美啊,你看上去就是很高档 一定要精神 维杆有层次 过的人过的自己 好,现在来打开 哇 还有一层 哇 无与伦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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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四人份即时活跳墙 这个配料相当丰富啊 十几多种 哇 哇 哇 影响也很丰富 还有一层 哇 哇 哇 这么大一根的海参 这个是什么用法 我要看一下那个 粉丝 那个兄弟怎么教我做 他在微信发给我 我要看一下 好 先放着 拿手机我看一下 加油傍晚生命之传 这是这样的 哇塞 好大的海参啊 太丰富了 这一份是四个人的分量 四根海参 四根鲍鱼 这个是什么为何的 他送这一个店 是为了防止粘锅 水烫了 然后再滚三分钟 就可以了 现在还不行 哇 马上可以了 这个汤非常的多 这个胶原蛋白质 什么酱料都没有放啊 你放了清水 他已经熬好了的 好 现在关火 出锅 再要一条海鲜吧 再要一条海鲜吧 好多胶原大白质 女人吃了美容 现在打一些汤汁还有料给 给同学老婆 今晚回来吃 太多了 你再吃了 有 好吃吗 好吃多吃点 我看到你吃 比我自己吃的感觉还香 墙都拦不住佛 太好吃了 难怪叫佛跳墙 这一块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像猪皮一样的 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非常浓郁 回味无虫啊 吃了好多 这个佛跳墙真的名不虚传啊 我有听说过这个名字 但是没有吃过 没想到这么美味 也吃了很多 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这位兄弟的佛跳墙 还有 我们下期再见